2018年8月29日03,00各位朋友,我是二爷Smile0008812,专门研究各项球赛,我也有一个微信球迷交流群,专门交流盘口赛事。 不仅仅只有NBA,也有足球的赛事,还不知道怎么下手买,快来加我,这里是你的指路灯,AEK雅典雅典AEK从第三轮欧冠资格赛打起,在和苏超霸主凯尔特仁的比赛中,顽强淘汰对手顺利晋级欧冠附加赛,在和维比奥顿首回合的比赛中,客场2比1击败对手,本轮回到主场晋级希望很大, 最近8场比赛雅典AEK仅仅失败一场,状态不错,值得一提的是球队的整体实力上其实是不如对手的,晋级的关键在于球队优秀的防守,此一回到主场,球队防守得到的话晋级悬念并不大, 维比奥顿,维比奥顿本赛季在欧冠赛场上突破了历史,首次进入欧冠附加赛,本赛季是他们时隔三年后,再次获得欧冠杯资格, 队内的胡斯蒂被球队一路杀入欧冠附加赛,吸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虽然进球不多,但是有效地串联起了攻击线和后防线, 实进攻更有穿透力,防守更为厚重,不利的是维比奥顿首回合与对手的比赛中逐场1比20力, 本场做客的情况下,只有奋力一搏,才有一线晋级的希望,整体来看,维比奥顿人员颇显老化, 有些后劲不足,通常在比赛的上半场,还能做到零锋对手,但是到了下半场防守就显得有些乏力, 此意面对防守得当的雅典AEK恐怕无力回天,结论两对实力差距较大,雅典AEK整体敌运要更胜一筹, 压盘一注让一球高水起步,数据合理,守住后上盘水位缓步走高, 欧指端抬高胜陪,平陪指数缓降,与雅盘走势一致, 由于制造上盘阻力,本场比赛看好雅典AEK主场赢球晋级,推荐,雅典AEK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tt Woods 的清晰 台湾 调取 Reed 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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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